親愛的弟兄,我是志誠 在這集錄音中,我要陪伴你繼續來研讀正文的18-7 我什麼都不需要做 我們昨天又解釋了這個標題 它不是什麼都不要做,而是什麼都不需要做 那是一種去除執著的狀態 再來,它不是什麼都不做 而是認清了圓滿之後 自然而然你會發現什麼也不需要做 這個不是刻意的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它的第五段 它說你的路大不相同,但並非目的的不同,而是方法的不同 目的都是要尋過那個圓滿的實相 那麼它說神聖關係只是為你節省時間的一種途徑 那麼你可以在這個神聖關係上面寫下寬恕兩個字 這樣你就會非常明白 寬恕就是為你節省時間的一種途徑 那正確來說寬恕本身是不需要時間 雖然說學習寬恕看起來是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寬恕本身它只是一個當下的轉念而已 當下願意放下定罪,它本身不用時間 所以說它節省時間好像也沒有錯吧 非常的節省時間 那麼它說你只需與弟兄同在一刻 整個弟兄,整個宇宙都非你們莫屬 那與弟兄同在一刻一樣是指寬恕的意思 認出你跟弟兄是一體的 那麼奇異客人不斷強調說 你如果寬恕了一個弟兄 就等於寬恕了所有弟兄 這個就是整個宇宙非你莫屬的意思 那下面第五句呢,它說 你現在只要記住你什麼也不需要做 那我說這個是一個屬於表面的訊息 但它還有一個底層的訊息 就是無論如何,我的自信都是圓滿的 那也是因為你發現了這個圓滿 應該說意寫了這個圓滿之後 自然而然的能夠去達到這個什麼都不需要做的狀態 那他說呢,現在你如果能夠把精力專注在這件事情上面 會比你操心自己該做什麼 對你更有益處 那當平安終於降臨到那些羽幼或奮戰到底 而不與罪惡妥協的人身上 或者當光明終於得以進入冥想的心靈 或者當任何人終於能夠圓滿成就的時候 他們都會達到同樣的一個覺悟 就是原來我什麼也不需要做 那一樣,這個是表層訊息 底層訊息是原來我是圓滿的 然後下面第六段呢 第二句他說,你連這些時刻都不需要 比較精確來說應該是你連這些時間都不需要 他還是在強調說,其一刻你在幫你節省時間 下面第五句他說,如果你還堅持採用他人推薦的特效方法 莫是這專門為你打造的法門 表示你沒有善用我們的課程 那這句話呢 我想可能必須小心解讀 那我想這句話當初在說的時候應該比較是針對海倫去說的 因為海倫他對奇異課程 他雖然傳遞奇異課程 但是他對奇異課程有很深的抗拒 那麼 但我想並不是對於所有人來說 當下奇異課程都對他是最好的 那就像我說 如果說你能夠接納他所講的 然後你能夠讀得懂他所說的 然後你可以用得上他的方法的話 那麼你還刻意的要去逃避他 然後去選一些其他不是那麼究竟的法門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表示他這邊講的也是對的 你沒有善用我們的這部課程 好,那下面第八句他說 你如果相信這句話 就是上面所說的我什麼都不需要做 那即使只是短暫的相信也好 你的成就都會遠遠超過上百年的冥想 或者與誘惑奮戰的那種苦行 好,但我們現在知道苦修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式 因為苦修基本上就是去折磨你的身體 那身體既然不是真的 你去折磨身體又有什麼用處 它跟靈性又有什麼關係 其實根本八竿子打不在一起 那麼這個上百年的冥想 其實我會想到的是說 還真的是因為學了奇異課程之後 才終於醒悟過來說 原來我們在人間 你能夠碰到的絕大多數的法門 真的是絕大多數的法門 你會發現 其實裡面都夾雜了 還不少小我 所以為什麼奇異課程他會一直強調說 你要好好的學習 學習這部課程的那個原因 我想也是在這個地方 好,那下面第七段呢 他說不論你做什麼都與身體脫不了關係 所以他這個做就會牽涉到身體 那你就會把身體當真的 那反過來說 就像他下面所說 當你認清自己什麼都不需要做 等於撤銷了身體在你心目中的那個價值 那一個東西一定是你認為它有價值 你才會把它當真 把它看成是真的 那倒過來說 你撤銷了它在你心目中的價值 你就能夠放下它 然後你就更能夠輕易地去看穿說 這個東西不是真的 好,而且呢 下面第六句呢 他說什麼都不需要做的人 自然也不需要時間 這個時間的要素也被撤出 過去現在未來都被撤出 那麼什麼都不做就是安息 在這一片淨土內身體不再造作 以爭取你的注意 好,所以當你認為什麼事情 很迫切的需要去做的時候 就是把身體當真人 好,然後最後一段很重要 那這一段呢 會讓你對於這一刻的標題 有更深切的認識 因為讀了最後一段 你才會發現原來它不是什麼都不做 那如果你的心境是在什麼都不需要做的狀態 甚至你能夠去做很多事情 因為做跟不做 但對你來說都是一樣的 沒有非得要怎麼樣不可 好,所以他說呢 你永遠有這一席 安息之地可以回歸 而且你對這暴風炎之 極性核心的敏絕度 遠遠超過了在它四周肆虐的風暴 那這句話在我居住的地方很有體會 因為我們台灣在下秋之交 常常會有颱風 那麼這個颱風炎呢 它其實是寧靜的 所以當颱風來的時候 它的環流在經過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風大雨大 然後甚至有那種暴風的感覺 但是突然之間有一陣子 可能就幾個小時的時間 你會感受到完全是風平浪靜 然後既無風也無雨 這個是颱風炎正在通過你居住的地方 那麼它這個寧靜核心 其實就是在指那個暴風之眼 颱風之眼 那就是它所說的這個安息之地 其實也就是它所說的 這個對於我什麼也不需要做的那個領悟 那麼它說 你對這個極性核心的敏絕度 超過了在它四周肆虐的風暴 那麼這個肆虐的風暴 其實是指什麼呢? 其實你如果讀原文的話會更清晰 它指的就是下面所說的 你在為聖靈服務的那個忙碌行程 就是說這個颱風的核心眼 中心眼指的是說聖靈的指引 然後外圍這個風暴 就是你可能會去做很多事情 為聖靈做很多事情 但也有可能它指引你現在是不要做事情 休息 停止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它是說即使你為聖靈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你的這個中心是不變的 是寧靜的 是平安的 而且它說這個核心會指點你如何以無罪的心態 來發揮身體的用途 實際上當然你已經認識到你的本質是圓滿的 弟兄的本質是圓滿的 那當然一定會是一個無罪的心態 身體無法存在這個核心 當你意識到這個核心的時候 就會失去你對身體的覺知 就會超越身體 就像前面的這個第六節所說的一樣 好 那這就是我們這兩天所研讀跟分享的正文18-7 我什麼都不需要做 這節非常的重要 而且很建議你可以跟前面的18章第四節合起來一起讀 18-4是小小的願心 好 那最後我們還是要廣告一下 我們在台北 然後在今年是18年的9月29號30號這個週末 有舉辦圖解奇蹟課程的工作坊 這是我的照牌工作坊 能夠幫助你把奇蹟課程最重要的大觀念 都把它統合起來 然後我會用圖解的方式 幫助你快速的能夠去上手了解 並且深入奇蹟課程的意理 那麼我們還會舉很多生動有趣的生活化的例子 期待你一起來切磋學習